寿风乡109年原住民家政班成果展以及烹饪比赛 18号的上午是在公所旁的客家文化广场举行 各村原民家政班的婆婆妈妈们发挥了创意 精心烹调了原住民的传统美食 加上家政妈妈的说明更让人是食指大动 场面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络 寿风乡一年一度的原住民家政成果展 18号上午是在乡公所旁的客家文化广场举行 原住民风卫餐的评比 更是让家政班的婆婆妈妈们一早就抵达会场 将精心烹饪的原住民传统美食一一摆设 精巧的手艺希望能够得到评审们的青睐 我为什么体名叫做金頤满谈 因为乌锅椅本身如果是母的它里面有软 然后就做成这个算是它的软在它的那个体内里面 它就做它的窝 然后这个就是用它的鱼肉做成鱼碗 然后才叫做金頤满谈 然后这个安美勇士 安美勇士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以安美勇士就是我们男孩子勇士的头冠 然后来去呈现它的那个头冠的形式 双方乡长刘耀宗表示 原民客每年都会提报计划 争取经费来办理这项活动 就是希望让原民烹饪的菜色 藉由婆婆妈妈们的好手艺来呈现 用我们的燕米客来争取这个活动的机会 然后我们燕米客啊 平常都很辛苦的来推展这个机会 来使用这个机会 有教育啊 训练啊 还有美食啊 很多很多他们每天晚上都要下乡 每一个村去那个交往他们真的很辛苦 我们在感谢原民客的努力 我们原民客的WCG呢 都推动很多很多的独立的政策 对我们的林志明的照顾特别多 活动中也安排 寿风乡妇女志工队 与文剑站老大人们进行演出 而下午加正班的姐妹们在寿风文康中心 把一整年所学的歌舞 在岁末年中完整的在舞台呈现 记者刘明胜受风采访报道